下個月就是報稅月 今年的報稅號稱是史上最複雜 因為有了富人稅 房地合一稅 但是取消了證所稅 我們現在搞懂的是今年的縱所稅 免稅額的部分不變 未滿70歲 本人配偶及撫養親屬 每個人是8.5萬元 滿70歲本人配偶以及受撫養 直系尊親屬 每人是12.75萬元 這跟去年是一樣的 後面部分不一樣 標準扣除額是無論單身或者是夫妻 都要比去年要提高 單身是從7.9萬元提高到9萬元 夫妻是原來是15.8萬元 則提高到18萬元 再來看到的是薪資所得的特別扣除額 是12.8萬元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也是12.8萬元 這兩個部分都比去年要提高了2萬塊錢 這整個部分都是凸顯示 小資族也可以享受一點點的解稅 再來我們看是很大不同是課稅的級距 各級前面這部分都跟去年是相同的 這裡是所得 這裡是稅率 唯一不同的就是今年增加了一個新的級距 就是年所得超過1000萬元的話 最高稅率是從原來的40%提高到45% 這也就是俗稱的富人稅 而這部分則是讓有錢人要多加稅 同樣也跟稅有關的話題就是 來台灣旅遊的觀光客 去年突破了千萬人次 連帶的機場常常出現大排長龍的退稅人潮 財政部將從5月1號開始推出退稅 一化新制 在全台各個機場和港口設置一個自動退稅機 可以看出我國科技的發達 我們因為現在掃描原端運算全部都好了 所以我相信這個退稅會成為我們跟ETC一樣 將來可以出口的 所以這是一個台灣很重要的一個產業 我想這個機器將來各位到國外 可以看看退稅的時間有沒有一分鐘就完成 這個可能會超越國際 好不好 台灣比較快 比較快 歡迎來 只要來台灣的觀光客 在台消費達到一定額度 都可以透過一化退稅 退回5%的營業稅 另外在全台灣四家百貨公司 以及近百家的退稅商店 也有提供現場小額退稅服務 多鬼變形 讓觀光客退稅更容易